孤注一致影评 缅甸被妖魔化的营销电影 影评三千字 个人见解 看完了孤注一致这部电影 在宣传的套路上 主打的是诈骗 缅甸如何如何等等 但是 看完这部电影你会发现 缅甸被妖魔化了 第一部分 影片在最开始的时候 描述了在职场上勤劳的张艺兴 他有技术有颜值也年轻 期待的自己能升任CTO 首席技术官 但很可惜最终不是他 他一气之下摔了工作证一去 在离去之前 还不忘黑入电脑进行恶搞 影片的一开始就告诉我们 张艺兴的角色 是一个贯穿影片 未来至关重要的角色 甚至是一个关键人物 因为他电脑技术很厉害 已经神话到 可以随便入侵对方的电脑 手机的程度了 但是根据法律规定 这种随意黑人电脑 属于不诚实使用电脑 所以影片一开始 张艺兴就是违法行为了 不过 电影在这里有一个 非常棒的剪辑转场效果 就是张艺兴推门出去转场 衔接到在飞机上打开厕所门的 这个完美的衔接了 下一个故事的开始 故事的主题比较快的 大家一起在飞机上 属于新入职 然后自称自己是新加坡出生的人 张艺兴质一下 对方的眼神 让观众看到了 这个人不是个好人 但导演和造型 是对于坏人的刻画 有点过于刻板印象 留长头发 戴眼镜 穿衬衫的男人就是坏男人了 但导演很巧妙地 运用了讽刺的方法 就是大家停留 中转十多个小时的时候 出机场的时候 这个长头发眼睛难说 别信他们 他们是骗子 感情这是在贼喊捉贼呢 人家仅仅是在拉客 但你接下来会改变 这几个人的一生命运 谁更坏呢 下飞机把人家的passport收了 这些人自己都不觉得奇怪 导演这里的安排 确实不合逻辑了 如果现实里 你无缘无故收我护照 我肯定不会同意 因此 在影片开始不到十分钟的时候 我看到了孤注一只电影的一个脱离线 时的细节 似乎是为了证明被骗而去证明 第二部分 当张一星一群人被抓后 把他们带到贼窝的时候 这个时候张一星才明白 自己是被抓到诈骗团伙集中营了 当我们看到集中营的人数 比所谓的坏人的人数还多的时候 我在思考一个现实的问题 也是心理学的一个效应 就是旁观者效应 其实这些被抓住的人 他们联合起来 都能解决这个犯罪团伙 但是他们却偏偏选择了自保 选择了做奴隶 说明人的奴性的一面 在这个时候被挖掘得淋淋尽致 影片着重描写的故事 表面看是关于如何跨境进行诈骗 其实并不是 它其实是在描写一些被抓住的人 又有一些技术的人 他们是如何一步步 将自己的内心黑化的故事 也就是说披着反诈的皮 在讲一个好人变坏的故事 影片纵观会被骗的人 都有一个共捧点 那就是贪钱 正常逻辑下 自己的照片被用在小卡片上 肯定会按照民法典名誉权去诉讼 但是在这里却为了体现缺钱 为了体现进入狼群圈套 刻意地去做这些事情 所以我说为什么会是 一步脱离现实的反诈类芯片 就是因为它太多的不符合逻辑 就好比我们在网上买东西 要退货肯定是正常渠道退货 并不可能对方说不给退 就忍气吞声算了 因此剧中的这些角色都不值得同情 都是自己想要赚快钱 钱多的贪婪的心理 让自己坠入了深渊 大家可能比较感到的是 张艺兴厕所捡起来的纸 吃进肚子里的这一段 其实这是一个分镜头 吃的其实并不是真的难出来的 但是张艺兴的演技确实进步不少 能看出来 张艺兴近几年确实有在努力提升自己 所以在这一段的表演中 我觉得张艺兴的表扬挺好的 王大陆的字幕组 在之前有某字幕组说 电影对字幕组的行为夸大了 然后自己停止字幕组运营 其实我想说字幕组在电影这里的描写 真的不冤枉 字幕组团队 他们本身就游走在法律边缘 他们的私自制作字幕 从来不是免费 他们都是接各种广告赚钱 对他们来说 赚钱是第一 广告内容 他们根本不在乎 很多字幕组团队 一年的净利润就是几千万 他们为了避开国内的法律 所以一般都是翻译国外的影片 但其实字幕组负有连带的诈骗责任 影片这里的描写还真的不冤枉 也只是凤毛铃脚罢了 我们很多时候看个电影 走马灯的字幕都是什么赌场 什么博彩 这就是字幕组接的广告 所以很多时候 字幕组真的不用假装自己多高尚 他们不过是把这当做自己赚钱的工具罢了 所以影片里对于王大陆的这些描写 我是比较认同的 也觉得某些字幕组看了电影 就说自己停止运营 除了是想趁这个时间赶紧撤离 避免以后被查 然后让一群不懂的人被带节奏外 他们仍然会换个身份 继续搞字幕组 继续赚钱 继续昧着良心接广告 影片描述 王大陆网上赌博陷入进去后 然后还是刚毕业的大学生 这意思是会被骗的都是大学生吗 我并不认同 但我觉得容易被骗的人 都是贪的人 如果说一开始王大陆赢了就收手 不去自以为是的以为自己还可以赚 那就不会发生后面的悲剧 但恰恰影片说明了 人性贪婪的一幕是没有尽头的 影片中王大陆网上赌博 一个月输了一百多万后 债主上门的桥段 也非常不符合现实逻辑 如果是现实里你真的是赌博了 但对方使用非法手段来威胁 随时可以报警 但影片里警察去哪了呢 导演制作团队 就是为了把电影升华为一个脱离现实主义的世界 警察在这里完全被弱化掉了 我觉得是欠妥的 而且为什么坏人就是一定说粤语 这个逻辑我不不知道导演组团队想表达什么 其他人说普通话就可以 那你大可以其他人也说方言 为什么偏偏坏人必须说粤语 这算不算导演组的一种自带节奏 以及对说粤语的人的一种地域启示 我想只有导演组的人心知肚明了 影片中已无偿献血 每次最高400毫升 一共三次的方式要让王大陆免息的桥段 手法几乎是抄袭了很多类似的电影 记得不久前看过的一部扫毒类的电影 就有这么一个桥段 我想说导演组的人在编剧的时候 是不是没有桥段可以编了 这种桥段在影视作品出现很多次了 不能换心吗 而且把违法描述的为所欲为的地步 所以说这是一部妥妥地脱离现实世界的反诈类型片 如果说一味地去盲目宣传 那只会让更多的人以为 社会就是这样 不就是负能量传播 然后资本方赚的荷包满满 对这部作品 我觉得它是不及格的分数 故事的剧情严重地弱化了法制 妖魔化了缅甸 难道缅甸所有的人口里都是坏人 每个城市都有好人 坏人 但制作团队为了营销 为了票房 使用这种荒谬的宣传手法 我是认为 这电影是无法成为宣传类的经典之作 就如同消失的它一样 为了票房 制作团队带节奏的 让女性观众去憎恨男性 最后自己的票房上去 钱赚了 但是社会的后遗症 老公 我饿了 为了票房 营销 而忽略社会责任 甚至是忽略了社会最基本的核心价值观 结尾的话 孤注一致 是一部非常成功的商业类型片 它的上映时间也刚好是反诈宣传的一个节点 就是暑假 又刚好是关于缅甸诈骗 所以 哪怕它把缅甸这个国家妖魔化后 也无伤大雅 制作团队如今票房丰收 赚的是盆满钵满 但是不可否认的一点就是 故事的逻辑上与现实脱轨的严重性 在这部电影里 似乎就是告诉你 缅甸是个黑国家 不要去 但事实呢 搞诈骗 坑害的都是中国人自己 但是在这里 为什么要把集团的人贯装为说粤语 这是想说广东一带 还是说香港一带的诈骗犯更多 导演团队的这种带节奏的做法 营销的手法 唯一的目的就是想赚钱 所以这样的洗脑是诈骗电影营销 他们这次成功了 但是未来类似的题材的电影 还会让观众买账吗 以电影的方式宣传反诈 本身是一件值得表扬的事情 但制作团队却用反诈的手段 利用电影圈前 实属是欠妥 豆瓣的评分一直下降 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毕竟看过的观众都会发现 这部电影太能带节奏了 也太能抹黑缅甸了 你呢 摸干抹黑缅甸 怎么不 说实话 在缅甸搞诈骗的人 都是中国人自己呢 我们要宣传的反诈 应该是警示我们 每一位中国人出国后 不要盲目地信任中国人 在国外 你宁可相信当地的外国人 也不能相信 都是中国人说的话 但无论电影的节奏 如何带片 故事如何地脱离现实 我们不可否认的是 这部电影 确实值得让 不懂反诈的老年朋友 一些高学历 以为自己有高智商 想要出国工作的中国人看看 在这个社会上 你可以信任的永远是你自己 应该 拥有自己独立的思维能力 不被带节奏 也不被套路 甚至不能因为一部电影 就去肯定自己 没有见过的国家 甚至是世界 一旦自以为看了一部电影 就真的了解一个国家 那等同于坐井观天 一页账目不见泰山 The End 微信号 GXDAE2023 作者 公祥 图片 公祥 封面 公祥